大家好 歡迎來到地理資料的課程 我是這次的講師哲偉 首先我們先看到這個臨時小學校的官網 HackMD的頁面 這次課程相關的文件 你可以在左手邊導覽列這邊往下滑動 請您找到這個選修2專案做起來的段落 點擊進頁面中 再請您找到認識地理資料這個段落 目前我們有提供包含文件 作業跟QA等等頁面的連結 請您點選文件 點擊進來之後 是這堂課會提到的相關引用的資料 網址 那其實這一堂課主要想針對的是 地理資料的一些特性的介紹 也就是說 有一些資料集它的特點在於 它可以表達出在實體空間的一些位置 例如說學校座落的位置 那這些地理資料它有一些關鍵的定位的方法 有的部分的資料集是透過地址來描述它的位置 有的資料集是透過經緯度的方式 那這一次的課程也會做簡單的說明 那並且我想地理資料其實是很多元的 可能各式各樣的地理定位的方式 或者資料的主題 所以我們這邊會介紹一個 算是地理資料探討的方法或想法 透過共筆文件 把您所關心的地理資料的主題 呈現在文件中 那待會我們會介紹一下 我們有一個簡單的模板 讓您把想要探討的資料主題 查查看在政府資料平台上 有沒有相關的資料集 那這個共筆文件 也就是這個資料主題的 這個探討的筆記 那有了這份筆記 Genevice Slack也有一個 GIS的社群頻道 那社群頻道 比較匯聚的關心地理資料的朋友們 所以這份筆記 你的探討的階段成果 也可以分享在頻道中 不管是遇到了查找上的問題 或者是有一些地理資料的格式 你不太認識 或不太知道怎麼製作成線上地圖 都可以在頻道中提出這樣的詢問 邀請大家一起來討論 那我們就往下滑動 看一下頁面的內容 首先呢 其實想要讓大家先建立一個想法 到哪裡查找這些地理的資料 那我們這邊呢 就首先推薦大家 先認識一個叫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你可以點選頁面上的網址 那這個網址所打開的畫面 就是我們國家政府的資料開放的會整的地方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輸入關鍵字的欄位 那網頁中也提供一些分類 都可以點選看看 那其實這一次的作業 也會希望學員們 使用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來找找看你關心的主題 那待會也會做一些展示跟說明 那我們可以先回到課程文件中 其實政府資料平台呢 它除了匯聚各單位所提供的政府資料之外 它也有一個功能叫做詢問區 我想要更多 那其實蠻常見的狀況是 我們正在查找一份 例如說地理資料 那其實好像都找不到 那就要想要透過詢問的方式 就是問問看政府單位 或哪一個單位有沒有類似的資料集 那其實今天的作業呢 也會請大家試試看 如果你今天查找的資料 並沒有找到具體的資料集 那也期待大家用發問的方式 提供給政府單位 詢問看看你想關心的資料集 有沒有 或者是開放的狀況如何 那其實第二個段落呢 我們會稍微介紹 地理資料的某一些地理定位的特點 那包含像地址 坐標 經緯度 甚至有像地號 那這些呢 其實 透過你想要探討的資料主題 所拿到的資料集 假設是地址的定位方式 或者是經緯度的定位方式 那其實就會延伸各自的 定位的工具 呈現的方法 那待會也會藉由一個具體的探討案例 來展示整個定位的過程 那有了這樣的探討歷程之後呢 GIV的SlackChannel 當然也期待大家變成是 常常來使用的一個討論區 特別在GIV的Channel上 可以來交流 所以我們這邊其實 待會的整個課程過程內容呢 會以課程作業的完成來做一個展示 那這次我會想要展示的是 我想要了解全國的學校的位置 那這本身因為學校就是座落在實體的地點 所以它本身也是一個地理資料集的特性 那也請大家直接點選 課程作業說明的這個網址 進入到作業的頁面 你可以往下滑動 那這一次呢 有兩個必填的題目 那首先第一個呢 它是說請置GIV地理資料主題的共筆網頁 從中挑選出一些您比較感興趣的頁面 並且將頁面的網址填入到填達區 那這邊想介紹的就是 GIV的地理資料相關呢 包含像專案或者是線上課程的資源 是有一份會整的共筆文件的 所以這邊你可以點選共筆文件的網址 點選下去之後呢 你會看到一個HackMD的書本模式 左手邊這邊就有很多的 歷次的課程資源 甚至一些專案的入口 像這一次的課程 夏日原理的課程呢 也有在這邊 其他堂跟地理資料相關的 也都會整在這裡 那甚至在歷年 包含小松 小的黑客松活動 或者是去年度的線上課程 也有相關的資源可以使用 那甚至往下呢 會有一些專案 例如說跟地理資料很密切相關的專案 那我們也會收集在這邊 分享給大家 例如說想要找找看 像光電廠地圖 像這樣子是 收集全台灣光電廠的位置 的一些地圖的工作 那再往下呢 是一些資源的整合 包含像是一些GIS地理資料的教材資源 那或者是一些特定的地理資料的處理工具 也可以在這邊找到 所以在左邊的導覽鏈你可以挑選 您有興趣的頁面 可以多瀏覽看看 那舉例來說 我這邊呢 挑選一個地圖應用案例的網頁 我點擊下去 那這個頁面呢 是很快的介紹一些地理資料主題的專案 或者是線上呈現的結果 那我在這邊就可以往下看到 例如說畫面上這個是台北市的建築物年齡地圖 這個是由Ronnie這位社群參與者所製作 那他這邊也有一些簡單的介紹 我要怎麼知道建築物的年齡呢 是透過建築執照的這個文本資料 當然因為他有地址 所以就可以在空間上去進行一些定位 那Ronnie當初在製作這張地圖的時候 也發現到屋林這個時間 是可以用顏色來代表這個屋林高或屋林低 所以這個頁面還有更多類似的這種 從資料呈現成地圖的一些應用結果 你可以很快的瀏覽一下 參考看看 甚至不同的立體地圖 也是地理資料目前應用的一些方向 所以假設我今天對於這個地圖應用案例的頁面有興趣 也大概看了一下之後呢 我就把這個網址複製起來 然後回到這個剛才這個作業填達區貼上 就是算是第一題的必填問題 那接著是第二題 這邊提到的是請開設一個HackMD的文件 那在文件中描述您想要找的資料集的主題 並且嘗試從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查查看有沒有相關的資料 那這邊有列出一些操作的步驟 首先呢就登入G0V.HackMD的網域 那我們點選進網址 那左邊這邊就有建立筆記的這個按鈕 那我們可以先建立一份空白的筆記 建立好之後呢我們可以回到作業區 第三個步驟呢是請複製以下的文字內容 那我們先把這個模板打開來看一下 這個模板呢就是有一些簡單的架構 那這個架構可以引導大家 把想要關心的資料內容做一些說明 並且在政府資料開放平台去查查看有沒有相關的資料 所以模板打開來呢我們可以直接全選 直接複製這些模板內的文字 那我們再把模板的文字呢 貼到我們剛才建立的整個新的空白筆記 那我這邊接下來會展示的實際上的資料主題就是學校 學校的分部位置 所以我們可以先在標題這邊去更改 例如說我想要探討是學校的位置 那把標題先改一下 然後再把網址這一份文件的網址 我們可以先把它切到瀏覽模式 把網址複製起來 再回到作業填達區 那其實在第五步跟第六步 就是我們就接續把剛才模板所提示的這個操作內容把它完成 那地理資料的主題其實也蠻多元的 例如說美食餐廳、圖書館的分部位置 甚至在公車的路線、線型的資料 或者說像生物調查的成果等等 其實只要您覺得一次跟地理的空間是有關聯的內容或資料的話 其實都可以把它變成這一次作業想探討的主題 可以切回到剛才所建立的新的HackMD文件中 那這次想展示的是學校的位置 那我們可以接下來細看一下模板中有提示的一些操作項目 那我們可以切到這個雙視窗的畫面 方便瀏覽跟編輯 那一開始是有提供一些常用的一些網址 例如說查找資料、政府資料開放平台的網址 或者說我要向政府詢問資料 那這邊也有詢問區的網址 那這邊也提示一下這個3DV Slack有一個GIS的頻道 好,第一個大的操作題目就是請您介紹一下您關心的資料內容 例如說我關心的是學校的分佈位置 咦?為什麼感興趣? 這邊可能例如說我想製作一個線上的地圖 學校的地圖 那像這樣子的描述就不只是資料 包含說我是希望有運用這些資料呈現一個線上地圖 所以也涉及到怎麼呈現線上地圖的一些構想 或者是工具 那所以別的朋友在閱讀這一份共筆文件的時候 他也可以了解到除了資料之外 怎麼樣地圖化呈現在網頁上 也是一個這個主題比較想要了解的 好,那接著再進入到第二個大的題目中 這邊呢就很具體提到政府資料開放平台有沒有相關的資料集 好,那我們就可以直接去點選政府資料開放平台這個網址 那政府資料開放平台這邊其實有輸入關鍵字的這個功能 那以剛才我這個主題是學校的位置 那我這邊可以試著先KKK看學校 好,按下Enter 那這邊呢就開始 因為是關鍵字的關係 所以就是以資料集的名稱 或者是資料一些介紹內容上有學校這兩個字 不過實際上你如果仔細來看 我是想要知道學校座落的位置 可是其實整個網站提供給我非常多的內容 但是不一定很馬上明確告訴我 什麼是學校的位置的資料集 那所以這邊呢你當然可以慢慢的一個一個去看 其實實際上大概蠻多的資料 不一定是跟我剛才想要知道的內容是直接相關 所以有時候這個資料集的這個關鍵詞 我覺得你可以先試著先比較 描述多一點 例如說我試試看學校分布 那這時候資料其實只有只剩下一筆 只剩下一個叫台北市各級學校分布圖 那這個當然是 我其實一開始就知道他們大概用這個專有名詞來展示說 學校的位置其實要叫做學校分布圖 例如說我們換成學校位置 是沒有相關的資料集 所以這部分就是要花一些時間去 瞭解一下政府單位在描述 某一個資料的時候它的用語用字 那以學校分布這個雖然有找到一個台北市的學校分布圖 那不過那其他縣市的部分好像就都沒有看到 那我們先以台北市這個學校分布圖為例好了 我們先點擊進去看一下內容 那這邊他們其實也會去介紹這個資料集的一些裡面的內容 例如說你在這邊可以看到一個檢視資料 那點擊下去之後可以找到它的下載網址 那你點選這個下載網址之後呢 會下載到你的主機這邊有一個資料集 那你也可以用單機版的這種Excel軟體把它打開 那我這邊選擇是用Google雲端的這個雲端空間 把它放到雲端空間上 從雲端空間來看看它的內容 這邊可以選擇開啟的工具 這樣看起來它應該就是比較接近試算表這種格式 那我們就點選試算表 那目前我們可以在網頁上看到這個 台北市各級學校分布圖的資料呢 看起來是一欄一欄的這樣的資料格式 那看起來它第一個欄位叫School 就是可能是學校的類別吧 因為看起來是會有國小或國中 那這邊我先很簡單的先把標頭列 在這邊把它固定住 這樣比較容易查看 然後在這個B欄位呢 它是說就是School name 可能是學校的名稱 然後第C的欄位呢 應該是代碼 郵地區號的代碼 然後第一欄位是Address 就是地址 我們把它稍微拉開看一下 就有一個 例如說學校它具體的地址是什麼 然後下一個欄位是電話 最後有兩個欄位 看起來都是數字 有一個是簡寫叫LAT 另外一個欄位叫LON 那這兩個欄位呢 你可以觀察一下數字 LAT的部分呢它都是25點 後面一些小數點 然後G的欄位是121.54等等 那這個部分 LAT跟LON 其實就比較常見的是經緯度 這個表達方式 所以台北市各級學校分布圖 這一份資料 我們把它打開來看了一下之後呢 有地理定位的 公用的幾個欄位 一個是地址 這可能是一套系統 然後在F跟G欄位 它有經緯度 那我們可以回到剛才這個HackMD的文件 第一個小題目是說 如果政府資料開放平台有這個資料的話 那你可以貼上這個資料集網址 那我這邊就把剛才有找到這個台北市的 分布位置的學校這樣的資料集呢 貼到HackMD上面 然後第二個小題目它就說 並且從中找到可以定位在地圖上的欄位 像是地址 經緯度 坐標D號等等 那這一部分呢 我們可以回到一開始的課程文件中 課程文件的了解地理資料這個段落呢 有直接把包含常見的地址 就是XY坐標數字或經緯度 這些大概長出長的什麼樣的這個數值 有做一些舉例 所以剛才這個台北市的各地學校分布 在最後兩個欄位呢 它其實數值包含25點多或者是121點多 這個是緯度跟經度在台灣地區常見的一個數值的數據 所以我們可以很簡單的大概看一下說 那個數字的數值大小 大致上其實就是經度跟緯度這個類別 那當然其他 或許您所探討的資料主題 你反而會看到像XY坐標這樣子 可能是有六位數這種X坐標 或者六位數的Y坐標 那這部分是又是另外其他的坐標系統 那甚至說有一些類別叫做D號 例如這邊舉例像新北市淡海段255號 那又是另外一種土地定位的一個系統 那這邊的用意是 讓大家先建立一個大概各種坐標系統定位方式 它可能出現的數值的一些印象 那我們就回到剛才學校這一個探討文件中 那看起來我們這邊的資料 其實是 主要就是以經緯度為主 經緯度 所以這個第二小題我們可以直接key經緯度 那第三個題目跟第四個題目 接下來就是比較側襲到 如果要把它地理的資料 呈現上地圖的話 那有一些關鍵的工作 那像第三個小題目的是 常見轉換工作定位的工具跟方法 例如說地址要怎麼樣轉換成 比較適合定位的經緯度 那這邊也有一些延伸的文件可以討論 或了解 來說比較常見的做法是把地址 然後像xy坐標這種數值 都轉換成經緯度 因為經緯度是比較常見可以呈現出 線上地圖的一個坐標系統 所以這邊就有一些包含地址 坐標把它轉成經緯度的一些文件可以參考 那因為這一份文件呢 這份資料的內容已經是經緯度了 所以其實在地理定位上是比較簡單的 所以三跟四就是看說您所關心的資料集 查到的資料集 有沒有一些轉換的需求 那有的話我們這邊都會建議你把地址 跟坐標都轉換成經緯度 那在第四個小題目 常見地理資料的呈現工具 有列舉出 對於經緯度來說是比較容易呈現出地圖的工具 第一個像是Google Mind Map這個線上地圖 那你點選進它的網址就有一些 進一步的案例介紹 那第二個像是Google Earth 它是單機版的軟體 那它擅長就是整個立體的地球的視角 那經緯度的資料也可以在裡面把它呈現出來 那第三個軟體是QGIS 又是另外一個單機的地理資料處理軟體 以我這個學校分佈的資料集來說呢 或許我剛才只是很快查到資料 但我不確定我要用什麼工具來呈現成線上地圖 那我覺得階段上我這邊還有一些疑問 就是不太確定要選用哪些適合的地圖工具 才能製作出線上的學校地圖 那其實就把這個階段性的課題問題 注記在整個文件中 以上是示範針對學校這樣的關鍵字 透過政府資料平台 查查看有沒有相關的資料集 有找到一個台北市的學校分佈位置的資料 那實際把資料集打開來看呢 也有看到包含地址跟經緯度 所以算是還是可以定位的資料 不過到底怎麼選用哪一個工具 把它做成線上地圖 我們就先階段性的註解在這整個文件中 那往下你可以看到 有一個段落是寫 如果政府資料平台沒有您想要的資料集 那你如果發生這樣的狀況的話 我們也提供一些簡單的操作方向 你可以參考 例如說指標題裡面 第一個是除了政府資料開放平台之外 網路上有沒有相關的資料 例如說你用Google搜尋的方式 就是查查看 那像第二個小的動作呢 而是過去有沒有人向政府詢問過呢 像剛才提到 政府資料開放平台上面有一個詢問專區 那或許過去有沒有人 也詢問過類似的資料集 可以看到過往的發問跟回答 那第三個部分說 如果過去也沒有人詢問過 那你其實也可以當成第一個 來向政府單位提出這個資料的需求 來詢問 其實透過資料的詢問 你就會知道這個資料集 所關乎的這個主管機關 是哪一個單位 其實資料的產製是需要成本 也需要相關的單位 有權責的單位才能開始製作 所以要了解資料集的主管機關 其實是蠻重要的 特別在政府的資料這種領域上 那透過詢問跟回覆 通常都是由相關的主管機關 做資料的回覆 包含說它說明說這個資料集的現況 能不能開放 或申請者想要的資料集 欄位的內容 機關目前有沒有 等等的一些細節 其實都是主管機關這邊 會有承辦人員做回覆 那以我們這一個學校的地理資料來說 一開始其實我想要找的是全國的資料 但剛才也只有找到台北市 所以嚴格講起來是 還沒有找到我心目中完整的資料集 所以我就在網路上來查查看 還有沒有相關 首先我用學校位置做為一個關鍵詞來查詢 那用這個詞在Google查詢的時候 也其實有看到一些相關的內容 例如說目前我看到有一個也是政府資料平台的網址 不過它是用suggest這個網址做結尾 那我點擊進去其實可以看到一個 過去有人發問過的一個問答的頁面 那他是提出各級學校分部的位置 特別是他也提到說他希望建議開放的欄位 把名稱、地址 他也提到有經緯度 看起來是希望把它地圖化 那這邊也會有看到他建議的原因 他是提到說過去105學年度 教育部有公佈過 所以看能不能在新的年度或更新的資料來申請 那教育部其實也有回覆 所以針對這樣的需求 教育部其實也回應了一些內容 我們來看一下教育部 那教育部的回覆內容則是說 他其實是有提到說 109學年度的資料是可以有一個網址可以下載到的 那他也提供了相關的網址 那我們把檔案打開來看一下他裡面的欄位細節 包含像他有學校的類別然後代碼、名稱 然後縣市跟鄉鎮區 他在F欄位是有地址 所以他的定位有地址 那最後有兩個欄位是有X座標跟Y座標 那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剛才提到 除了常見的地址、經緯度之外 也有另外一個比較是六位數的座標系統 就XY座標 那這份資料集 所以有提供XY座標跟這個地址的定位的功能 那這兩個其實都可以把它轉換成經緯度 再進行一些定位 所以其實這個從網路上又找到的這個資料集來源 它很明確是可以作為地理資料使用 它其實就是除了政府資料平台之外的另外一個資料來源 那我們就把這個資料來源的網址複製起來 然後貼回到我們目前這個HackMD的文件 真的第一個小題目 說除了政府資料平台之外呢 有沒有其他的來源 那看起來這個來源是可以使用的 那我們就把這個查找到的結果貼回到HackMD的文件中 那其實仔細看剛才這個Google搜尋的結果 在下方還有一個叫做各級學校地理資訊的一個查詢系統 那這個看起來蠻相關 我們點開來看一下 打開之後會看到一個畫面 看起來它是教育部統計處所做的一個線上地圖 那這邊有一些篩選按鈕 例如說用行政區域來查詢 然後它會希望我們選擇一個縣市 那我來選高雄市 然後我來查查看高雄市的國中 按學校搜尋 所以畫面上右手邊就會看到 依照我們所下的條件 它呈現出高雄市的這個國中 然後在下方它也有學校名錄下載 那我們也下載來看看 那資料把它打開來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也是常見像地址這個欄位 它是有的 那其他的欄位像電話名稱網址 不過看起來它只有地址這個是比較接近地理資料定位使用 就比較沒有像XY座標也好或經緯度的 額外的比較精確的地理資訊 所以從另外一個這個統計處的圖台所下載下來的資料 它有地址的欄位 那也表示說就是另外一個額外的資料來源 那我們也就把這個網址也可以複製起來 然後再貼到這個本來的HackMD的文件中 就第二個資料來源 那其實這兩個資料來源我們也可以註解一下 他們各自的名稱 然後它的定位的關鍵欄位是用地址還是說是XY座標等等 這邊就很快註解一下 除了統計處的圖台除了展示之外也提供下載 不過它只提供地址沒有經緯度 那像剛才這個109全年度的學校分佈位置 它有一個網頁 然後它其實也有介紹一些它的自己的描述 我們也可以直接把它的描述文字複製起來 貼到HackMD的文件中 那這邊是有提到地址 但是它沒有介紹到剛才我們看到那個XY座標 我們就補充一下 除了地址之外它也提供了XY的座標 那這樣子日後也想要查找全國學校位置的其他朋友 就可以很快速透過這些文字了解到 這個文字來源的地理的特性 那第二個操作題目就是 過去有沒有人詢問過呢 那剛才也正好因為用Google搜尋 有查到了在2021年度有人詢問 那不過我們就先進入到我想要更多這個 算是發問專區 那這邊也是透過關鍵字的方式來 查查看過往有沒有人詢問過 我們就去學校來查看看 像第一個呢搜尋結果它是說 學校跟太陽光電的並聯的結果 這可能跟我們比較有差距 但第二個像各級學校分佈位置 就比較相關 其他當然也可以查查看有沒有相關 不過我們就先以各級學校這個詢問 就是剛才看到的 我們從Google的搜尋結果進入到這個網頁 所以它 統計處也算是正面的回應當時的提問 那我們就把這個詢問問答的頁面網址 這個網址複製起來 再貼回到HackMD的文件中 也就是說 除了資料之外 也有人曾經用詢問的方式 有獲得一些回覆 那我們註記一下年份 那第三個部分則是說 如果沒有人詢問 或者你覺得過往的詢問 跟你想要問的其實還有落差 其實是可以發問的 那我自己個人感覺起來 像2021年度有人透過當年度的詢問 來取得新的資料 不過如果我們回想一下 我們剛才在政府資料平台上 其實就沒有查到 統計處所回覆的網址 所以我們認為 我認為其實還是可以再進一步去詢問 說能不能把這個 這個109年度 這樣子很完整的資料集 也併入到政府資料的釋出的平台上 而不是透過一年一度的這個詢問 才找到又有更新的資料 而且也不是在資料平台上面 那這樣子如果可以整合在一起的話 那我一開始在資料平台的關鍵字查詢 就可以查到 這樣會比較理想 所以我就嘗試把剛才這樣的想法 先用文字註解一下 其實2021年度有人問過了 也有不錯的回覆 那我認為很值得再次的詢問 就是說特別是因為過往已經有詢問 然後也有真的拿到資料 那其實這個拿到的資料看起來是 每一年度都可以提供的 那也可以把這樣的提供的資料來源 整合在釋出的這個專區中 而不是放在發問專區裡面 好 所以就是希望把每一年度的更新資料 下載的網址 都可以放到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那方便大眾每一年度都可以查到新的資料 那像最後一個提問是 這個資料其實是相關的主管機關是哪一個 那我們其實從剛才2021年度的詢問裡面 是可以看得到 這個內文裡面有提到本部的統計處 那部是教育部啦 所以其實就是教育部的統計處 那也可以看到有聯絡人跟當時的聯絡電話 那其實這些資訊就可以 再把它註解回這個HackMD的文件 也就是說這個全國的學校分佈位置 其實是教育部的統計處 它應該是常態在整理 並且可以釋出 然後我們也註記一下當時的聯絡人 那雖然或許目前不一定是這一位 那總之就是已經有電話 也有單位的名稱 日後都可以再去查詢 那其實整份的HackMD文件 我們把它切回到這個檢視的模式 那就很快一目了然的看到說 這樣的資料主題是為什麼關心 然後想要什麼應用的想法 那進一步在查找上階段性有找到什麼樣相關的資料集 那裡面的資料集用什麼樣的方式定位在地理空間中 都可以做一些註解 那甚至在進一步的這個開發的工作上遇到什麼問題 例如說是要這個地圖的工具選擇 也可以做註解 然後除了政府資料平台上也找到其他相關的資料來源 包含像這個109年學年度的位置資料 然後統計處的圖台也有提供資料下載的功能 那各自的 是提供經緯度還是XY坐標或者是地址 這都是可以在做註解的 那過去有沒有人跟政府詢問過 那簡單的查詢了一下在2021年度就有詢問過 那也真的拿到資料 那不過看起來在本來的資料開放平台釋出的專區裡面 反而沒有這樣的訊息 所以我們其實還可以有機會再進一步詢問 讓教育部直接把資料的連結放到查找的專區中 那相關的主管機關其實就是教育部的統計處 那整個文件的網址我們就可以把它複製起來 貼回到今天的作業區的第二個題目 那這個題目 就依照大家所感興趣 那把標題置換之後 就可以進一步開始依照模板裡面所提醒的內容 逐一的去查找 然後註解一些大家探討的進展 那其實這個文件也可以作為 就是我們在Slack頻道 叫GIS的Channel 作為可以分享的一個材料 例如說我進入到Slack的Channel的介面中 我把剛才這個學校分佈位置的HackMD文件網址貼上 那我也註解一下 我想跟大家討論的部分內容 像我想探討全國學校分佈位置的資料 那也已經進行了一些收集的工作跟筆記 那也預計會進一步詢問 因為我們有觀察到說 2021年度有人詢問過 但是反而在整個資料查詢的那邊是反而找不到的 那看起來是很有機會可以常態釋出 所以或許發問的重點就針對教育部統計處 能不能每一年都釋出新的資料 而不是透過發問的方式才釋出 所以這部分就可以把我們這樣的觀察跟往下想推動的工作 很簡單的分享在Slack頻道上 這邊稍微說明一下 那發出之後呢就也期待更多的朋友可以來 不管是在討論區討論或者是直接進入到共筆文件 可以提供一些想法 那總結這一堂課程跟大家提到的內容就是 我們一開始先透過資料認識的方式 那活用政府資料開放的平台 查查看你想關心的地理資料主題有沒有 那如果沒有的話呢也有發問的專區 或者說我們透過一般的入口網站去搜尋看看 那這個發問其實一方面是針對政府單位 來詢問有沒有資料 另外一方面是把探討的過程 形成一個共筆文件 那也分享在GiniVitSelect的GIS的Channel 地理資料的頻道裡面 那透過發問其實如果這個資料主題 有的朋友有處理過的經驗 也可以分享他的過程 或者是一些建議的方向 那我覺得透過發問然後討論的方式 會助於大家在了解地理資料的應用上 或者延伸的處理工具 會有一些方向可以異詢